消费的新闻来关系的是 受到了黑心油风暴的影响 很多的摊商 很多家庭主妇呢 现在干脆自己上菜市场 去买猪油去炸猪油 不仅是让猪油摊贩呢 每天他们这个猪油只被抢购一空 价格也飙三倍 而同一时间主机处 在今天公布了猪肉的价格 更是不便宜了 我们看到已经创下六年来的新高 我都两天一定要熬一次的 口气很自豪 老板娘到处透黄色猪油强调 自己亲手做 要让老顾客吃得安心 但老板娘多付出不少成本 贵很多 贵了两倍 压力就是我们少赚 利润少一点而已 炸猪油就是靠这片 油滋滋的前猪板油 一千一斤二十元 还没有人要买 现在一斤汉价六十元 想买得到手脚还得快 上两个礼拜前都没有剩 一大早就订走了 就是黑心油的风暴 猪油价格飙涨 猪肉也不便宜 从美金的五十元上涨到八十元 猪肉价格虽然十月份 已经比九月份稍微便宜一点了 但还是创下六年来的新高 也让十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达到百分之一点零七 其中蛋内和肉类涨幅高达两成以上 我买水果啊菜啊 一大把的青菜现在超便宜 包新白菜一斤七点九元 油菜十点二元 就是因为猪肉鬼松松 不少嘱咐精打细算 家里餐桌改走清淡路线 记者流浪和陈欣 台北报导